世界上十个真实存在的精灵宝可梦 十元就能买到一只的小精灵你见过吗 人见人爱的一部原形是谁到现在还争论不休 你敢相信吗 小火龙的原形真实存在 你是否曾经想过 那些生动的精灵宝可梦是否只存在于游戏和动画中 这些精灵们是否在我们的身边悄悄隐藏着 接下来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了解 世界上十个真实存在的精灵宝可梦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颜兔 火系的宝可梦 八代宝可梦中备受宠爱的火系玉三家 尤其深受粉丝喜爱并得到官方推崇 在最新的《宝可梦》动画中 颜兔帮助饱受饥饿之苦的偷狐们 并且对小豪表示忠诚 勇往直前追随的契机 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小豪一开始便携带着颜兔 原形一眼能看出是只兔子 设定也是参考了兔子它外形 因此颜兔被归类为兔子宝可梦 甚至带有兔八哥的影子 充满了活力和活泼的特质 个头娇小 身高仅为0.3米左右 颜兔儿的身体洁白如雪 耳朵末端 四肢 颈部等部位呈橘色 有趣的是 在鼻子上方和脚底 它们都有类似窗壳贴的装饰 而这设计灵感源自日本少年形象 贴着窗壳贴的鼻子 展现颜兔儿的活泼和好动特质 某些足球运动员也会贴上类似的鼻贴 而颜兔儿的进化型正是基于足球运动员 第九名催眠末 中等大小的超能力属性的宝可梦 催眠末只要抽动鼻子 就可以知道别人的梦境 据说在和训练家变得亲密之后 能为它们带来好梦 因为会催眠术 所以人们会利用它来治疗不眠 从外形来看的话 它们很像是的现实的马来墨 这种奇妙的生物被称作五不像 因为它们集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 它的后肢类似犀牛 腰身却像熊 脸上又长了一副猪的相貌 鼻子则如同缩短板的相鼻 而催眠末恰好有着类似特征的鼻子 从名字也不难看出 它们与现实末类的联系 虽然马来墨略显呆萌 相比催眠末少了些狡猾 但我们能明显看出 这位呆头呆脑的家伙 基本就是催眠末的现实版本 催眠末的黄色主体和褐色下半身 与现实中的马来墨黑白配色 如出一辙 催眠末只有三根手指 这一特征正是源自墨类动物 除了没有站立起来 其他特征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相同 第八名保姆虫 虫草属性宝可梦 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知神奇宝贝的性格 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保姆虫有着独特的技能 它可以利用嘴里吐出的丝和叶子 制作出奇异造型的衣服 将其赠送给其他宝可梦用来驱寒 初始形态的虫宝宝 呈现出幼虫将自己裹在叶子里的模样 据设计者田上莲子所说 虫宝宝的原型来自卷象科的昆虫 这种昆虫会将自己的身体 裹在叶子里缠卵 保姆虫的原型为叶羞 尤其是头部后方的叶片形状 与现实中叶羞的第一对族非常相似 其手部融合了螳螂的要素 突出了切割的特性 整体上保姆虫家族采用了相邻色的配色方案 给人以柔和的印象 也呼应了名字中的母亲和保姆含义 宝可梦中的喷火龙原来真的存在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十个真实存在的精灵宝可梦 第七名小火龙 火属性宝可梦 在历代的火西玉三家之中有着极高的人气 而本身在动画里的活跃表现 也让玩家和观众都非常喜欢 小火龙有着蓝色的眼睛和小小的尖牙与力照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上永远都燃烧着一小团火焰 据说当尾巴上的火焰熄灭时 小火龙的生命也将结束 外观上看 小火龙的设计显然借鉴了现实中的蜥蜴或熔原等爬行动物 考虑到小火龙会进化成喷火龙 小火龙更偏向蜥蜴这类爬行动物 因为在西方神话中 龙有时被描述为可以飞翔的大蜥蜴 所以小火龙的外形也明显借鉴了蜥蜴的特征 将蜥蜴和西方龙联系起来 这也解释了最终小火龙会进化成喷火龙的原因 即便在东方神话中 蜥蜴和龙也有密切的联系 然而小火龙修长的体型又与熔原相似 因此可以说小火龙的圆形部分来自恐龙 又融入了熔原的特征 第六名巨钳蟹 谁属性的宝可梦是由大钳蟹进化而来 进化后它的一只钳子变得异常巨大 拥有像钢铁般硬度和一万马力的力量 一万马力是何等强大 目前世界上马力最高的跑车也不过才1200出头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家伙就是个螃蟹 但可以根据外部特征猜测其具体的来源种类 巨钳蟹与招巢蟹长得十分相似 这两种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一个钳子都比另外一个大 而且在外貌形态上也颇为相似 巨钳蟹头顶上的尖刺使得它有着帝王蟹的特征 胡须状的泡沫 头顶类似王冠的刺以及修长的巨鳄 整体造型上可能还借鉴了海参波在东手持三叉戟的经典形象 招巢蟹有着一大一小的鳄 给人以极大的威慑感 尽管大钳子可能被用作攻击武器 但事实上 招巢蟹更多地使用大的钳子来警示领地和求爱 而小的钳子则用于刮泥杀病取食 第五名太古羽虫 岩石属性和虫属性的宝可梦 是通过化石复原得到的古老宝可梦 堪称现代宝可梦的祖先之一 其设计基本还原了奇虾的外形 考虑到奇虾能在海中灵活游动 因此设定了它轻盈灵动的特性 设计者还巧妙地为太古羽虫家族设计了一对假眼 这些眼睛旨在迷惑玩家 而摇篮百合和触手百合也有类似的假眼设计 奇虾生活在大约51年前的寒武纪海洋中 但在约4亿年前灭绝 尽管名为奇虾 实际上与虾并无亲缘关系 它之所以被称为奇虾 是因为最初发现时的外貌类似虾 因此取名为奇怪的虾 而进化后的太古盔甲仍保留着奇虾的特点 但已适应陆地生活 而且也融入了其他一些生物的原型 可以从使用龙尾技能来看 可能借鉴了恐龙的形象 第四名蛇纹熊 一般属性宝可梦 蛇纹熊类似于幻熊和欢 身体以褐色为主 面部有类似于幻熊的深褐色毛发 而浅褐色的锯齿状毛发形成环状 犹如一节一节的参差装饰 它那水汪汪的褐色眼睛 使它看上去显得更加机灵 蛇纹熊的原型有些类似狸猫和幻熊 或许是二者特征的结合 但更倾向于与何有关 和呈现出一种狗和狐狸的融合体外貌 四肢短小且呈黑色 尾巴也粗短 脸部黑色毛发形似戴上了一副面罩 尤其凸显其灵敏的鼻子 因此蛇纹熊被认为是 最适合寻找丢失物品的宝可梦 丢了东西 找蛇纹熊准没错 此外何惧毛发蓬松 而蛇纹熊也展现出相似的蓬松外貌 和这种动物实际上长得非常可爱 但目前很难被驯化 脾气较为暴躁 这和蛇纹熊温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元就能买一只现实版宝可梦 你敢相信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 十个真实存在的精灵宝可梦 第三名甲赫忍蛙 忍者宝可梦 属性是水恶 一直备受欢迎的宝可梦 目前宝可梦世界里面 人气前几的宝可梦 很明显地感觉到甲赫忍蛙的人者形象 实际上 甲赫忍蛙是忍者和蛙类的独特结合 甲赫忍蛙的原型 可以追溯到羽蛙或树蛙 但也融合了其他五尾目动物的特征 它眼上凸起的形状 源自脚蝉和脚蛙 而关节上的白色凸起则借鉴了蝉除的腮线 这样设计使得甲赫忍蛙形象 与红眼树蛙最为相似 甲赫忍蛙在进化前展现了明显的蛙类特征 观察其吸盘状的脚趾 可以推测其圆形为树蛙 或许略带羽蛙的特征 尽管大多数树蛙呈绿色 但日本确实存在变异的蓝色树蛙 而甲赫忍蛙身上的忍者元素 则源自日本最著名的甲赫流忍者流派 特别是飞水手李剑这一技能 结合小智忍蛙的羁绊进化 有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名路卡利欧 刚和格斗的双属性宝可梦 被许多训练家奉为心头之罪 少数的飞传说宝可梦还是剧场版主角 奇修长的身材 帅气的外貌和强大的实力 让他成为宝可梦系列中备受推崇的焦点 路卡利欧外貌酷似现实中的狗 确切品种尚未确切 像是一只挺立的可爱狗狗 这一特质迅速吸引了爱狗人士 让他人气急速攀升 他具备波导探测地形的能力 这一点与真实世界的狗很相似 只需秀一秀地面就能了解情况 性格稳重 对主人忠心耿耿 绝对是一只实用性极强的宝可梦 路卡利欧能理解人类语言 与人类通过心灵感应交流 不过 他的原型部分参考了埃及神话中的 阿努比斯那位神话中神秘的狐狼头神 黑一被狐狼 尤其是超级进化异色形态的路卡利欧 面部纹路与埃及面具相像 路卡利欧的古棒乱打来源 可能是因为其原型狐狼有十辅习性 会减食大型掠食者的残羹圣范 并从坟墓中刨食人士 第一名伊布 一般属性的宝可梦 伊布享有着和皮卡丘类似的特殊地位 被官方视为亲儿子之一 不论是在动画中还是游戏里 伊布一直受到粉丝们的热爱 他也是宝可梦世界中 进化路径最多样化的存在 能够演变为八种不同的形态 伊布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耳阔狐 然后加入了一些猫和狗的特征 但与狐狸不同的是 它没有尖尖的长鼻子 因此虽然它带有狐狸的部分特征 但只是一部分 为什么大家会将伊布与狐狸联系在一起呢 主要原因是伊布除了身体形态之外 耳朵的形状与现实中的耳阔狐非常相似 现实中的耳阔狐也有小巧的体型 但耳朵却大大的 这成了伊布容易辨识的特征 如果你觉得伊布不太像狐狸 可以从背面看 或许会有不同的感觉 与 kita 完成一份